大家好,歡迎收看創科KOL,我是朱美宇 相信有不少人想創業 可能會用網購平台做設入點 但最後只留下本港服務 但香港有Start-up是Shopline 專門為客戶設計 甚至构建網購平台出謀献賊 他們的業務比美國的加速器500STARBUS看中 今天很高興請來Shopline的Tony 和大家分享有關營銷策略 歡迎你,Tony 你好 知道你們最近落戶在馬來西亞 甚至是關閉了最新一輪的融資 可不可以和大家簡單講講你的業務 和未來會在馬來西亞有什麼佈局等等 大家好,我是Tony 我叫Shopline Shopline 其實是一個全球智慧開店平台 我們希望可以服務商戶 令他們很快地可以建立品牌 建立他們的網站 很快地可以建立一個網站 不需要設計或工程的技術 很快地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們在2013年開始創業 在香港開始 現在發展到台灣 馬來西亞、深圳和越南都有我們的團隊 這六年來 都有200個同事在不同的地區 我們一直以來都發展 剛才你也提過 我們也獲得一個新的輪資 其實我們在年初公佈這個輪資 其實我們是拿這個資金 是拿來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想發展在不同的地區 這是其中一個 剛才說到 還有一個地方 我們要投資 我們要不停聘請多些人 在我們的團隊 多些人才 這樣才能做到我們想要做的事 這是兩個地方的地方 例如在什麼人才比較 想著重 其實我們全部不同的團隊 的人才都需要 包括銷售、Marketing Customer Support 或是Engineering Product 都很重要 這些全部人才是需要 因為我們不停地 現化我們的產品 令到我們的產品越來越強 我們服務的東西更好 之後就可以推出市場 我們Sales & Marketing 團隊就負責這一部分 我們在不同的地區 都會有些localized 的人才去做這件事 明白 所以其實我們 For Shopline 其實我們很著重localization 所以我們在香港 都做到很多本地化的功能 來服務我們的客戶 例如呢 其實我們看回每個地區 其實支付跟物流的方式是不同的 他們的消費方法是真的不同的 香港呢 是很習慣很多不同的支付 其實他們都比較習慣銀行轉帳 的方法模式 或者是他們的物流服務是不同的 變成我們那個行為 就會localize在我們的產品裡面 變成它這麼方便可以用到這些服務 明白 那暫時來說 你們那個平台主要的客戶 是以什麼類型為主 他們主要是什麼業務的 其實我們很多不同的業務 都可以做到的 其實我們會 不同的規模 大中小都可以服務到他們的 其實For example 你也看到我們有些blahblahblah 我們一直以來發展 我們發現其實我們的客戶 其實還需要更多的 不單是online store這麼簡單 其實他們要發展到offline的部分 其實他們可能已經有個實體店 那怎樣結合online store和offline呢 這件事其實我們都聽我們的商務的feedback 就知道他們有這個需求 那我們就怎樣發展呢 我們現在開始發展我們的pods的系統 令到他們可以容易地在他們的實體店 可以管理的訂單 管理客戶的資料 還有除了這件事的話 我們都有一些CRM的tools 令到他們容易地去管理他們的客戶 他們有個客戶名單 令到他們如果有客戶名單 那之後我怎樣可以令到他們更加多消費呢 那我們有一個分析系統 令到我原來這一批客戶 是對這個商戶是很重要的 會不會發一些信給他們呢 可以令到他們原來可以回來買東西的 那這些整個solution 我們叫O2O的方案 那它是我們今年全新推出這個方案的 就令到我們的產品的服務 可以更多的提供給我們的商戶 明白 或者可能知道你們幾年前 可能以台灣客戶是最多的 可能是一些個體或者個人的生意 現在已經慢慢延伸到一些企業的客戶的層面 那麼其實在這麼多年之間 其實你見到有什麼變化呢 其實因為我們開始的時候 由香港開始的 我們發展到去台灣 也看到這個生意都大 那麼香港其實越來 那個市場其實都不差的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商戶 都想用我們的產品 那麼反而看到的不同的地方 其實是反而他們有可能開始 我看網絡的生意怎麼做的 那麼剛才也說過 其實他們都開始看的 因為外面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外面其實一直都在做的 那有什麼不同 其實他們反而 會比較關注資料 他會比較關注客戶的部分 對 所以其實他們想結合 網絡和外面這件事 還有亦都想care 他們怎樣結合這個資料的information 即是客戶的information 令到他們原來這個客戶 其實是想我買過東西 Offline 亦都買過 還有另外一個trend 我看的反而是說 流量這件事的話 其實以往你Offline的流量 都是透過人腳 我看到的店舖去買 那麼現在就靠Online 那怎樣Online 帶流量給你Offline 都是一樣新的趨勢 有Facebook這件事 或者Google這件事 令到他們帶流量 那他們反而是 下一些廣告 在Facebook 或者Google 那些人知道原來是這個店舖的 那有可能有兩個模式 他自己去到那個Online 一個Offline Store 或者其實他上網 下單 然後其實在下面去下 就是在線下的實體店去下 這個trend都開始來越多 那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租越來越貴 那其實你的地點其實是 很多都在樓上胖 或者那些不太方便的地點 但其實都方便的 但其實沒有曝光 不太高 那其實需要透過這些Online的媒體 去令到多些客戶來到這裡 那我看到這個trend都 越來越多發生著 是 明白 需要網上和網下 線下都需要互相配合 掌握那個數據 掌握那個線機 好我們今次的時間差不多 下次繼續跟Tony聊其他話題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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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